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講完印度的遠古文明之後 今集開始講一下印度的古文明 第一個就是廢陀文明 印度最出名的莫過於他們的宗教文化 無論是早期的婆羅門教 還是後來興起的佛教 再加上之後的印度教 古印度的宗教文化 可以說是百家增名 百花齊放 印度經歷了很多次的入侵 所以整個印度文化幾經創喪 廢陀文明是雅利安人所帶來的文化 古印度經歷了宏大的哈拉帕文明之後 一夜之間突然間神奇地消失了 而後來取代文明就是雅利安文明 亦令整個印度產生了新的歷史 雅利安人在北部入侵印度 雅利安字面的意思是 就是高貴的人 阿里安人入侵 然後征服了本土居民 然後開始統治 亦自此開啟了 廢陀時代 在歷史上 將廢陀時代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早期的廢陀時代 另一個是晚期的廢陀時代 廢陀首先是知識和啟示的意思 印度人亦當它是神聖知識和宗教知識 中國翻譯 廢陀即是明或聖明的意思 看歷史的時間表 廢陀時代是公元前的1500年至公元前的700年 大概是雙朝的後期和西周的時間 廢陀包括了很多各種各樣的知識 有古代宗教 甚至乎有天文學 讚美詩 祈禱文 甚至乎還有咒語 這些文化典籍 其實經歷了很長的時間 由忍口口相傳 而流下來 所以廢陀文化是印度的宗教 哲學 甚至乎是文學的基礎 早期的廢陀歷史基本上是無從稽考 印度早期的廢陀時代 亦被稱為離居廢陀 因為印度歷史上有一本詩歌集 叫做離居廢陀 這本詩歌集記載了很多內容 亦說了當時的自然狀況和社會的習俗 因為很多歷史都無從稽考 所以大部份可以留下來的 就是離居廢陀所描述的內容 大概在公元前的2000年左右 有一群遊牧民族開始大規模的遷徵 本來他們住在中亞地區 為了可以更好地生活 這個族群分成了兩支隊伍 分別向著不同方向進發 一部分向著西南方向進發 經過伊朗高原 最後去到兩河流域一帶 去到意大利和埃及地區 而另外一個隊伍向著東南方向 最終來到印度的河谷地區 大概在公元前的1500年左右 這些人來到印度的移民 他們開始自稱自己是瓦里安人 他們覺得自己是一個高等的族群 來到印度後 就開始不斷征服和掠奪 當地的土主叫做達羅皮茶人 他們瓦里安人來到後 就不斷搶生畜和土地 也搶了他們的糧食 早期印度的土主亦與他們作了很長時間的鬥爭 但我之前提及其他油木民族的歷史 大家都知道 油木民族對於龍耕文明來說 簡直是無敵的存在 而且他們一生都是容馬 所以他們是沒有什麼需要補給的 去到哪裡就搶到哪裡 亦是相當兇殘和強悍的 油木民族是不理得你死 主要目的是搶錢搶糧搶女人 後來瓦里安人征服了一片土地之後 將印度的土主稱為達休 即是敵人的意思 當時印度的土主是黑皮膚 避糧比較矮 瓦里安人認為 這些印度土主所說的語言 都是邪惡的語言 而且十分之大毒 而瓦里安人相比底下 他們的皮膚比較白 也是高避糧 他們自認自己是天下最高貴的族群 於是他們打著 恩陀羅 即是天帝恩陀羅的旗號 要制裁印度居民 不斷向印度地區發動戰爭 亦用了很短的時間 征服了印度 之後的年代 開始是瓦里安人和土主的民族融合 而印度的哈拉帕文明 亦慢慢與廢陀文明開始融合 所以其實 古印度的人 在這個時代 已經成為了瓦里安人的奴隸 對於瓦里安人來說 他的生活重心是在畜牧業 而來到這個時候 瓦里安人也學會開始種植物 順便繼續養生畜 但他們主要獲得財富的方式就是掠奪 後來他們進入了印度 印度已經有一定的城市規模 阿里安人的柔木狀態 開始慢慢瓦解 由柔木狀態變成定居狀態 他們開始在城市內養一些奶牛 甚至還養一些耕牛 又養山羊、綿羊 還有大象、駱駝等生畜 亦開始把動物的糞便 製造成原料 雖然粗木業仍然是 阿里安的一個主要的生活活動 但其實在早期的廢陀時期 亦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是手工業 戰車的製造 甚至是船隻 還有載物車等的木製工具 亦開始發明和製造 亦開始製造了很多金屬製品 甚至是裝飾品等等 他們當時的交易對象 就是交易的媒介 就是牛或金屬製品 以前阿里安還不是油膜民族 所以是以暴落的形式存在 暴落叫做俄羅摩 是一些父系的大家庭 男性的家族成員在家中有主導權 但在這個時候 早期的婦女和男人的關係和地位 其實差不多都是平等 後來他們產生了一個公民大會 叫做梅達塔 然後在暴落的男成員和女成員都可以參加 這個會主要是處理一些財物分配 或者做一些軍事活動 亦會處理一些宗教問題和祭祀問題 除了這個梅達塔大會之外 部落之間也成立了一些世俗組織 一種叫做薩巴 另一種叫做薩米提 這些都是部落的長老會議 亦有一部份是民眾的大會 而這兩個會只有一些成年男子才可以參加 另外還有一個機構叫做羅都 是一個軍事組織 就是軍事將領或人物才可以參加 而當早期的廢堂文明越來越發達的時候 發動的戰爭亦都越來越多 於是領導軍事機構的羅都 即職位的人權力越來越大 而負責宗教組織的僧侶 以及一些氏族部落的貴族 亦都慢慢開始獲得很大的實權 在這個時候 亞利安社會開始分裂 氏族部落亦正式解體 而在這個時刻 屍有制亦都開始產生 很多窮人和一些被征服的印度土著 亦都成為債務奴隸 最初的總聖制度開始形成 最初以柔木為生的亞利安人 開始在這片土地上安家立業 亦都重新令到他們的文明 取代了原來在這片土地上的哈拉帕文明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真情流露 講講印度 我們下集再見